你好,我是杨威宇 今天我们来聊聊所谓的情感价值 上次我们讲到了俄罗斯文学家托尔斯他对于艺术的定义 他说艺术乃是借由线条、色彩、身体运动、声音或语文将被人感受到的情感加以表露的结果 所以我们知道艺术就是人类情感的延伸 这个定义其实对我的音乐生涯带来了非常巨大的概观 那也让我想通了非常多我过去一直以来完全没有办法想通的事情 今天就让我们认真的从这个切入点往下深入的去挖掘 然后看没有办法告诉大家为什么音乐产业中有这么多不合逻辑 但是却又能够成立的事情 其实情感价值这四个字也是我发明的 目的只是为了让我的学生能够更直接的去理解到底什么才是大家口中所谓的艺术价值 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艺术所代表的其实就是人类的情感 那我们也不难发现 不论是哪一种艺术其实真正的本质都不是作品本身 而是作品所能给人带来的情感 以及艺术家本人在作品中所投射的情感 所以画家卖的不是画 作家卖的不是书 导演卖的不是电影 那当然音乐人卖的也就不是音乐 如果没有情感这两个字 不论到最后你的作品做得多精致或是多耀眼 到最后都没有办法被群众所理解 也就不容易被当作艺术品 缺乏情感的话叫做颜色组合 缺乏情感的书叫做文字组合 缺乏情感电影叫做画面组合 缺乏情感的音乐就叫做声音组合 而在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过程中 又必须要从两个面向来探讨情感 我们才能够知道 为什么我们掏心掏肺的在做作品 却不一定能够为群众带来情感共鸣 情感就像品味一样 是一种绝对主观的存在 就好比一个人再坏 你也能够找到那一个爱他的人 就好比一个人再棒 你也能够轻易找到恨他的人 人类的情感何其复杂 从文化信仰 出生背景到成长经验 就算是同样一个人 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能够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 所以期待一部作品能够让所有的人喜欢 那就是在期待一种情感 能够让所有的人感同身受 这就像是期待一把钥匙 能够打开全世界所有的门锁 那是不可能的 莫扎特是天才 但是他的作品不一定适合五月天的歌迷 莎士比亚是天才 但是他的作品不一定适合金庸的读者 只是截然不同的情感价值 当然能够理解的人也就会截然不同 有些情感需要特定的前提 才能够被感受到 例如相似的经历 相同的信仰 或者是相同的语言 而那些越深层的情感 通常就越需要被理解 才能够产生情感连接 但是通常这样的情感连接 也是最牢不可破的 如果你不懂中文 你要如何理解 李白的浪漫豪房 如果你不懂钢琴 你要如何理解 李斯特的灿烂华丽 如果你不懂梦想 你要如何理解五月天 而艺术家本人对于作品的情感投射 到最后和群众所感受到的情感 甚至常常有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你已经在作品中投入了强烈的情感 到最后却没有产生你所期待的功名 那么通常有两种可能 一是你的情感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 二是你没有找到正确的目标群众 人类的情感远远超乎了文字和语言 所能表达的范围 所以这个世界才会有艺术的存在 如果语言文字可以完整表达人类所有的情感 那么这个世界将不存在艺术 身为创作者你一生的任务就是替那些无法用言语所表达的情感而创作 这也是目前和幕后音乐工作者最大的分别 舞台上的音乐人之所以站在舞台上 并不是因为他是最厉害的那个人 而是因为他是台下所有观众的情感领袖 他承载了所有群众的情感投射 也掌握了所有群众的情感波动 所以在你开始进行创作之前 有效地分析你的情感价值 不但能让你更理解你自己创作的本质 也能够让你更容易地找到你的目标群众 想想你为什么选择当艺术家而不是当幕后的工匠 你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情感是什么 尽你所能地去详细描述这样子的情感 然后再深入地往下挖掘 是什么样的经验让你拥有这样子的情感 是因为文化背景还是成长经历 而又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和你一样产生类似的情感 而当这样子的情感无处表达的时候 这样子的人又会有什么样的行为出现 你想要唱爱情 是什么样的爱情 哪种人的爱情 多么深入的爱情 哪个生命阶段中的爱情 到底有没有结果的爱情 找到专属于你的情感 然后成为这一种情感的领导者和提倡者 然后替那些无从抒发的反人们 创造这种独特情感的出口 就是你身为一个艺术家 在现代社会存在的意义 而在我的经验中 通常那些艺术家本人觉得 不会有人理解的情感 在作品发表之后才发现 原来这世界上有这么多人 和他拥有同样的情感 只是过去到现在 从来都没有任何艺术家 替他们抒发这样子的情感 现代科技让艺术家作品和群众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朗 摄取媒体对于使用者的行为数据 以及对于关键字的互动记录 让寻找目标群众这件事 变成前所未有的容易 所以为你的作品和情感价值 想象出一个完美支持者的虚拟人格 就是你开始的第一步 你的完美支持者会是什么样的性别 什么性向 什么年龄层 什么文化背景 讲什么语言 有什么政治倾向 穿什么牌子的衣服 看什么样类型的电影 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把所有你能想到 关于这个完美支持者的关键字 全部列出来 然后利用演算法 替你精准的筛选出这些人 就是独立音乐岛 初阶课程的教育核心 也是你在独立音乐生涯之路上 必须得要面对的第一个关卡 所以当你理解了艺术的本质 从头到尾根本就不是作品 而是情感本身 那么音乐产业中 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 就有了最完美的解答 为什么家里录出来的作品 可以比豪华录音师更受欢迎 因为群众要的是情感 再来才是品质 为什么现场演出的听觉 没有CD来的完美 大家还是想要听现场 因为群众要的是 更直接的情感连接 而不是间接的完美听觉体验 为什么流行音乐容易歌哄人不哄 因为普世情感 注定比独有情感 更容易被淡忘 如果你有本事 能够创造出 难忘深刻的普世情感 那么恭喜你 你就是下一个巨星 那最后 为什么你的作品没有人喜欢 那是因为你的目标群众 没有感受到 你所想要表达的情感 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我是杨维宇 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次见